运放除了可以对信号放大比较之外 还可以构成滤波器 对信号进行过滤 如果心率按60到80次每分来计算 则指尖迈搏信号的频率最大最小值分别为 F-Hot-Max等于80次除以60秒等于1.33赫兹 F-Hot-Min等于60次除以60秒等于1赫兹 如果把某些人心跳较慢30次每分和较快120次每分也算上 就得到一个更宽的一些指尖迈搏信号的频率范围 也就是F-Hot-Max等于120次除以60秒等于2赫兹 F-Hot-Min等于30次除以60秒等于0.5赫兹 如果以频率为横坐标幅度为重坐标 就能得到指尖迈搏信号的带宽 当然在电路中还会偷偷地溜进来许多其他不同频率的噪音信号 比如来自试电的50赫兹公屏干扰 来自于无线通信等的高频噪音等 这些噪音信号幅度如果接近或超过微弱的指尖迈搏信号幅度 经过放大之后 它们同时提高了幅度 就会得到含有噪音的信号 从中看不出来脉搏的信号 如果把指尖迈搏信号经过一个滤波器 把高于2赫兹的信号过滤掉 这样就能把频率在0.5到2赫兹的指尖迈搏信号过滤出来 从而得到一个较为理想的信号 供后续电路使用 逐渐滤波器对于系统的成败有决定性的作用